这个是马云 马云来过的 我是小伯伯们 今天我们在浙江的铜炉来点不一样的 我们准备划船去干一顿饭 宝贝你划到塞的那头我们就能吃上饭了 船头靶直了 听说铜炉的土家菜特别有名 那我们来尝一尝 这家店是开在一个个的别墅里面 用餐做哪里啊 挺好挺好 还有个院子的 我们就两个人 这个是干嘛的 米饭 有没有菜单什么东西 没有菜单 没菜单 就全部现菜 好 那我们看看 晚上这个菜一下子就没有了 一下就买了 那就你卖的最好的几个好了 什么都买的好了 一天到晚上都没有了 那就那个炸鱼搞一个 大肠是这一个 我两个没吃光的 没关系 没关系 炸春卷你们怎么搞的 春卷今天没有了 没了 很多没有了 那这个什么汤牌 这个糖醋里肌 要不要糖醋里肌搞一份 小朋友要吃的 你要不要你少点几个 小份好了 九黄炒蛋可以搞一个 没有 够了够了 够了够了 够了 没干菜烧做怎么烧的 那就这个 小份 好的 小份 多小份 这个是马云 马云来过的 可以 菜太多了 可以 菜太多了 可以的 不多的 我们菜量蛮大的 我的胃口也挺大的 你相信我 我的胃口也蛮大的 配一个灯 今天我们的灯用这个 这个小朋友爱吃的 美干菜控肉 炸鱼 这个小朋友爱吃的 糖醋里肌 韭菜炒直到 还有一份大肠 好 菜迟了 那我们开始吃了 我们先来尝一尝这个大肠 给大家看一眼 这个大肠一点大肠味道都没有 已经不像吃大肠了 而且它用的是泡椒的 所以它是酸辣酸辣 带有点辣 你吃不了 你可以吃这个 这个是韭菜炒蛋 这个大肠可以 跟我以前吃过的大肠味道 都不一样 而且很入味 洗得很干净 然后配合它的那个 所有的料汁一起 就把所有的粉身的味道 都盖上了 这个真好吃 不像大肠 一来一来点这个的 大肠 我们家荡肠是好吃的 太好吃了 它家米饭是刚才蒸锅蒸出来的 肯定很好吃的 来 我们尝一尝它的炸鱼 炸的是小白条 哇 这个鱼超鲜呀 它这个鱼是煎完以后 泡酱汁 泡在里面就又酥又香又入味 它炸过以后 那鱼刺就影响不是很大 它的鱼量也大 爸爸给你拌动一下啊 糖排 韭菜炒蛋 你慢慢吃吧 我想说这个汤 配这个米饭 绝对是无敌的 来一口啊 哇 这个红烧的味道 跟外婆家 烧的那个红烧的味道 一模一样 猪鸡那边的味道 和这边的味道是一模一样 这鱼贼香 嗯 好吃 来家的糖白尝一下 它家的糖排不是很酸 也不是很甜 都是微微的 这个随便的我干饭 嗯 再来一碗饭啊 它这个馒头是很软的 想不想吃 没干菜 你这样吃好吗 它每碗菜给的量 真的还不适合我们这种一个人的 但我能把它吃完 啊 好吃 你吃到现在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 你是划船是每公里消耗一个包子是吗 那你可折省油 你看爸爸每公里要消耗五个菜 你就一个包子 那这样的话以后都你划吧 你油好低啊 我油好高 你看上了这么多菜 我感觉这桌子有点小 你觉得呢 我目测这个桌子40公分啊 39公分 爸爸的胃口必须50公分的桌子 才能够满足 两碗饭 来尝一尝这个包子啊 配这个干菜肉 这包子已经被咬的 这馒头真的太香了 这馒头是那种 有一点点的酒味的那种 软软的馒头 很香很软 最后有一点甜 它干菜肉也很好吃 那干菜肉跟我们杭州口味有点不一样 是带一点点的筋 咬起来是有韵性的那种 杭州的干菜肉一般来说是烧到软烂的 它不是 它是烧到有一点点力道的 最后再来拌碗米饭 再来点辣椒籽 青椒籽 红椒籽 再来点大蒜 再淘一点汤 贼香 嗯 今天菜点的实在有点多 我们一公里的油耗 也大概吃了四分之三个包子 没吃完呢 我们全部打包了啊 那今天的消费是246元 大肠宝今天才48块钱 我认为今天最好吃的就是那个杂鱼和那个大肠 这个大肠的味道是外面从来没有吃到过 很脆爽的那种感觉 你觉得哪个最好吃 包子 上车上车 好我们现在还要赶到 哎呀呀 小心啊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要跟大家拜拜了 现在去找妈妈了啊 现在我们要从铜炉开回猪季 那跟大家拜拜